第二題若某物體處於靜力平衡的狀態 則此物體所受合力與合力局的大小為何 我們曉得靜力平衡就是原來靜止的物體 受力之後仍然保持靜止 保持靜止就不會移動 不會移動要合力等於0 也不會轉動 不會轉動就是合力局等於0 所以第二題問我們說 某物體處於靜力平衡的狀態 則此物體所受合力和合力局的大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A 合力等於0 合力局等於0